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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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你大哥那儿去 那多麻烦呢 你听着啊 你好好干你的事情 我们俩互不相干 各个各的日子 我明白 互不相干 说白了就是嫌弃我们 嫌弃我大哥嘛 你看看 这不我 这不我们家的晚吗 怎么了这 在这儿 让你女儿给扔了 为什么呀 你看 好好的嘛 就我们在那儿吃了一顿饭 嫌弃我们 争争了 你说 要不然说我哥 能跟他离婚呢 要这么过日子 还不把家给败光了 我说呢 美人做事情 总是有他的道理的 四妹啊 你少说话多做事 别惹是生非 到时候 我可要发挥我业主的权利了 弄不好 你老公也要被开除 真是太平洋的检察管的宽啊 我捡我的垃圾 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了 就你怎么没看到 周美人的老公 给他带客户来啊 是啊 难怪他一天当晚的 无精打采的 业绩大滑婆 谁还能有精神提得起来啊 你们知道什么呀 他呀 可不是因为业绩精神不好 那是因为什么 你知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 哎呀 你就别卖管子了 真美人离婚了 离婚呢 可不是吧 哪一个前夫 那会给前妻当妥啊 天哪 这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啊 真美人多要面子一人啊 难不成你要他拿着高音喇叭 满世界的喊我离婚了 那不比要他命还难吗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嘛 瞎有瞎裸 蟹有蟹裸裸 命 来 谁都别跟我瞧啊 我先看到 他就会抢客户 你看 他这次肯定赚翻了 你看看那女的 这一身打扮 她绝对是个大户 您好 欢迎光临 我是导柜云 很高兴为您服务 你们这家具是原装进口的吗 意大利全进口的 设计和制作都是在意大利完成的 不会挂着羊头卖狗肉吧 现在查得可紧 这宁方一百个心 我们的家具绝对都是百分百进口的 质量和品味那没话说了 老黄 说话方便吗 有事儿和你说 方脸 你在我这儿什么时候说话 有 有什么话 真说 我要辞职 你再说一遍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再跟我说一遍 好话不说第二遍 你总得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你这样说的就走离我而去 你得考虑我这小心脏受得了受不了 受得了你这打击麻烦 再说我得斟酌一下 我到底应该不应该牵着嘴 坐吧 怎么回事啊 钱憋的呀 姐夫 领导 大哥 这啰嗦呀 不是您不能 只要马儿跑不给马吃草啊 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 是 您是给我介绍了媳妇 这不也离了吗 我 我现在真的需要钱用 你用钱你还要辞职啊 你怎么想的嘛辞职这 你啊 是什么意思啊 我能问你是不是想加薪 想多要带谁 你想能做出点样子给你媳妇看 对吧 那真美人的要求就是 那就愈何难填 你今天给他十万 他明天就跟那一百万那比 你给他一百万他就跟一千万那比 你信不信 那就是个坑 那是无底洞填不满的无底洞 你 你现在 你回过头来逼我 是 是 好 我应该帮你 是让我是你兄弟呢 是吧 不是你 咱们公司的财宝 我始终是把你当兄弟 你说你 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要把我当兄弟吗 你说在这个时候 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拆我的台 这一套呀 是我们这儿最高端的 凡尔赛工系列 即奢华大起于一身 一定能够凸显您不凡的气质 您可以感受一下 这绿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 是羊皮的吧 对的 那记上吧 那我先先把您记上了啊 对了 您啊也可以看看 我们这个同系列的床 这张床呢 是根据凡尔赛工 实物设计的 如果说在卧室里边 放上这么一张床的话呀 整个假装的导刺呀 提升好不起的呢 你还挺会做生意的 我那是实话是说罢了 买了吧 您真是太有眼光了 您有什么需要的呀 就尽管跟我说啊 这是雕塑吗 那 那是我们的真经理 什么真的假的的 他姓真 甄嬛的真 最近啊 家里边好像出了点事吧 精神不太好 出什么事呢 好像是闹离婚吧 您好 需要什么帮助吗 是要看那个椅子吧 美人 真美人 他真是你啊 你是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金花啊 金花 柳金花 那真是你啊 我改名了 小点事我先叫柳金 你要是非得辞职 我我我我我批 你想好了 我妈我签字了 我妈我签字了 你走出这门啊 我妈话说到前面啊 你就再也不说兄弟了 不是你说我怎么就跟你混上了呢 不是先不说这个了 你这个真的假的呀 你先告诉我 你这个真的假的 不是如果这个要是真的的话 那我就不能走了 那我走了成什么人了 速到狐狸散 枪到终身推 如果你真垮了 那我也站在你身边 帮你重建的人啊 真行啊 假的 你现在还有些子跟我开玩笑 你你媳妇那个人 不不对 你前妻怎么办 假说吧 这就对了嘛 好男儿子在四方 就是不能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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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真的 要这么多老爷们儿 咱们公司啊 现在正处得一关键阶段 只要过着有多东西 金工商有过着一半 也有那一半 那你那一半先 先借在账上了 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就是缺钱吗 你看好吧 这是我钱包里所有的 都给你了 包包这没到 不是 老黄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怎么算啊 这不是工资也不是奖金 你白给我 我也不合适 可人真是死心眼儿吧 你在这方面就是不活分 白给的 白给你儿不拿的 算了 算了 来 那个 那个 财务包包的事 千万不要外出 航门会所 就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 没事你穿我那儿捧场去 我那儿有死吧 你现在真了不起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其实我主意开餐馆 开了很多连锁了 会所听上去 好听一点嘛 在里面先显摆显摆 真是识别三日 当瓜目相看 你看连名字都改了 跟格伦斯人名字似的 怪不得我今天一见你 都认不出来了 那都是虚的 人还是那个人 心也是那个心 什么人 你说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不变样啊 也不见老孩 那么漂亮 得了吧你 我就是一个小导购 让人眼红的是你吧 我有什么可让人眼红的 孤家寡人一个 就是有点钱 除了钱 什么都没有 你结婚了吧 我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我有个女儿 你看你这多好 要什么有什么了 不愧是搬花 早早把自己嫁出去了 我为了挣点钱 把青春都搭出去了 现在还耍单呢 单身多好啊 你看你现在过得多滋润 行了吧你 这样说话不腰疼 单身有什么好的呀 连个说真心话的都没有 我给你换你换吗 行了吧 怎么换呀 金花 看名片 柳金把那花忘了啊 没花了现在 柳金 柳金 柳金你还记得当年那个事 是我 什么事啊 就是那个情书那事吗 多少年的事了 沉这么烂骨子 你还记着呢 我早都忘了 我跟你说 美人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找你呢 我有一肚子心里话 要跟你说 可是今天啊 我约了一个客户 我待会得走 那你有工作先忙吧 你们这儿是不是 就是卖家具你有批茬啊 我订了一套那个叫 凡什么工系列那个 算你账上啊 那这个不太好吧 就什么不好的呀 咱俩老同学 这不应该的嘛 小姐 您的单子我帮您看好了 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事我再找你啊 这 我还有点事 要不然你再逛逛 干吗呀 站这儿 等着拿提成呢 你看他那样 一看就是坑我的 美人我跟你说 这钱必须算你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可能骗我 咱俩老同学 这都应该的 还有就是我真是一度的话 要跟你说的 今儿真的来不及到点了 我得去了 这名片上嘛 有我电话 座机 手机都在上面呢 打哪个都找一找 我我得走了 那我谢谢你 走 算了吧 算了吧 算了算了 刚才不是同事 平了没啊 仗着自己大一劫 就这样欺负人了 哪那么容易 那我说云姐就算了吧 事情她已经这样了 你再怎么闹 她也没有用啊 我管她有没有用的 我就是点不下这口气了 别拦我 别拦我 这美人 你什么意思呀你 又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你是捣钩经理 你就可以仗势欺人了 我怎么仗势欺人了 刚才那笔生意明明是我的 你愣是在我面前把她给抢走了 你还又不要脸了你 她们俩都看见了 你说是不是 小马 算了算了 就是 甄姐她也不是故意的啊 她是不是故意的 她是有意的 马如云 刚才那位女士是我的老同学 人家愿意跟我做生意 不愿意跟你做生意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谁抢过你客人啊 你有几个客人啊 得了吧你啊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不就是故意打了点感情牌 才拿到那单生意的吗 我知道 你现在比谁都想要有业绩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就因为离婚了吗 没了你前夫那点客户缘 没业绩了吗 靠男人换的业绩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有本事 像咱们几个一样自己拉客户呀 成天在店里面 端着摆要子 你以为你自己谁啊 你还真把自己当领导呢 你要是真把自己当领导呢 你就拿出点实力来呀 别跟咱们几个老苦大众抢客户啊 小马算了 你这样 我别多做 我今天非得给他办事清楚 你说 他除了会比我们打扮 他还有什么本事 凭什么比我们大一级啊 还是美人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你们俩都是同学 人家过成什么呀 你呢 不就窝在这个小地方 跟咱们几个抢客户吗 天哪 真是的 你说你打扮漂亮呀 你有什么用 还不是陪着笑脸 求人给狗饭似的主 你庆高个屁呀 还不配给人提闲呢 你这话说过了 我 我怎么了 马如云 你要真稀罕这笔生意 我就让给你 谁叫你长那么丑呢 你 我丑吗 好了好了 开什么门呀 居然说我丑 我丑吗 不丑不丑不丑 他丑还是我丑 当然他丑 你看你生气就不好看了 算了算了算了 说的也是 这是爸爸的 这是妈妈的 这是我的 天海 我们开饭了 爸爸呢 爸爸还没回来 我们不等爸爸了吗 天海 妈妈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以后爸爸都不回来 陪我们吃饭了 你会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爸爸要加班呢 那我们就等爸爸下班回来 一起吃 傻孩子 等他下班 还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呢 所以以后 妈妈陪天海吃饭 来 今天姥姥给天海做了 你最爱吃的大带鱼啊 带鱼真好吃 谢谢啊 哥 干吗 是 怎么了这是 我看看 脸怎么了 四妹打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家在家好好的 人家进来就跟我吵吵 我估计肯定行 他妈跟他胡说八道说什么话了 那也是你活该 行 我后面 你今儿不和我盯嘴了吧 有事求我是吧 我告诉你 那房子不可能再借给你了 那也不是我的 还有你 你再给我搞那乱七八糟事 我这儿我给你挠对称了 我给你 我知道了 说吧 什么事 只要是欠了我 你还在干吗呀 我这儿 我给四妹拈出来了吗 我想一分下没有 不是 我妈是 原来那不挺好的吗 也不自由了吗 你别闹看 不是 自由的问题 不是这这我怎么上百倍 你说完 我也回不了家 我总不能一直在睡觉去吧 哦 我借钱给你开房 住宾馆你就舒服了是吧 我住什么什么宾馆 开什么房 我就住个二十块钱 一完了电视就行了 我怎么出来的急啊 你确实想要没有钱吗 我也没有钱 我怎么借给你 四妹呢 我就跟你说说去吧 行行行行行 你可别别填乱了 你还给他说说 给他说他就上连了 你又是一次第二次 你以后吵架他爸爸把我捏出来 你 你 见不见 有我也不能给你 我给你不等于支持你俩冷战吗 你说两口子吵架 你让让我呢 我让让你这日子不就过下去了吗 对不对 行行行行了哥 你自己都离婚了 你还教育不过你 你 见不见 不见 那我问你要你给不给 可行 省着点花 姐哥 慢点啊 廷海 爸爸 快点来吃饭 今天有我们两个最爱吃的带鱼 廷海你好好吃饭 爸爸今天不想吃带鱼了 爸爸今天不吃饭吗 爸爸今天换口味 爸爸吃泡面 我也想吃泡面 小孩子不可以吃泡面 泡面里边有很多防腐剂 会变成木乃姨的 什么是木乃姨 木乃姨 就是标本 很可怕的 那爸爸为什么要吃 爸爸会变成木乃姨吗 爸爸吃防腐剂 是因为防腐剂可以延缓衰老 但廷海是小朋友 所以就不需要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可是叔叔给我吃过泡面的 泡面很好吃很好吃的 你都听见了吧 赵天才 我以后不让赵天阳 再接近廷海 一次都不可以 他也不是故意的 那他就是诚心的 你这个弟弟身上有多少坏毛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以后让廷海学了去 我这后悔都来不及呢 你这不是上纲上线吗 不就是给廷海吃了个泡面吗 再说了 天阳对廷海怎么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别忘了 廷海也姓赵 妈妈 云云没有刺 这是妈妈那盏好吃的 小心点吃啊 人变得不要吃 你不用盛啊 俺们蒋晨 就能全部给iosis 上去 你在里面 你不要拿去 我这都能给你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再走 那你去到你 你不走 你不要走 我再走 你不要走 你来干什么 赵天才我可告诉你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别想一些有的没的的 我可尽不了这个义务 我可不敢招惹你 我就来和你谈谈 谈什么 谈天才的抚养费啊 还是谈交房租啊 咱能不一张嘴就谈钱吗 谈钱多伤感情啊 谈感情不伤钱 伤心 我弟弟那人是有点不靠谱 但本质上没问题 那咱们就没必要 在背后嚼舌根子啊 传话啊 挑拨人家夫妻关系了是吧 你是说我搞得他们夫妻不和睦 那我还没说他搞得我家庭破裂呢 我有毛病啊 我传他们家的话 我躲还躲不及呢 就算我去传话 那又怎么样 这么不招调的男人 我还替他藏着掖着包庇他 这不是更坑我们女人吗 再说你弟妹我也不待见他 你看 这东也不待见 西也不待见 都没你好是吧 总之我话说到这儿了 寄人篱下您多包涵 赵天才你别仗着我妈护着你 你就有事没事地回来窝弄我 我妈那些手段我还不清楚吗 为了留下你 廷海都成了他手上的王牌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都没有用 你在我眼里 现在就是一个房客 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寄人篱下的话 就少提你们家那些破事 好好好 我错了行了吧 以后我多一句废话都没有 咱俩见面就聊钱 来 廷海 还没有睡觉啊 爸爸给你讲故事书好不好 不好 我要爸爸给妈妈表演节目 爸爸一会儿就去给妈妈表演节目 好吗 我不喜欢爸爸妈妈吵架 外婆也不喜欢 嗯 我也不喜欢 爸爸恶不过去 给我恶毒的后妈来 还有后爸 啥 什么恶毒的后妈后爸呀 谁说的 是外婆说的 只要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就会有恶毒的后妈后爸 我会像白雪公主那样 我不要 我不要 这外婆 我 听海 我们爸爸要向你保证 无论怎样 爸爸妈妈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爱你的 我们会保护你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爸爸 明天晚上我可以跟你和妈妈一起睡吗 我要跟你谈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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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话就直说啊 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可不是赵听海 没那么好糊弄 我什么时候糊弄你糊弄听海了 咱们俩现在是离婚状态 孩子迟早会知道 我觉得应该尽快告诉他 不行 不能跟他直接说 你这样给孩子造成多大伤害 你不明白吗 你不是说过 不能跟孩子撒谎吗 你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 这两码事 在你这是两码事 在我这就是一码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的如意算盘 算跟我妈倒到一块去了是吧 想利用听海达到目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休想 目的 是什么目的啊 我赖着不走啊 和你复婚啊 你想多了吧你 我就是想怎么顺利地平稳地 过渡到我的新生活 新生活 你想得够快的呀 好 恭喜你 这事就简单了 就算是为了听海吧 我建议你 你最好疏远他 我不想让他过于地依赖你 你最好赶快搬出去 我知道孩子会伤心 但是我不想他以后更难受 行 我听明白了 反正说来说去 说一千到一万就是要赶我走呗 心里有数 冲要放弄 里面的教练 就是红币 了 因为我后面是职业的犯规 有的时候对前方 但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职业伤了 你去前方建商这个队里面的时候 需要面对方 護理人背着 你以后脚盖 他这个 关键脚盖这个位置 又不能说前面我也 恐怖 好 这次 我去想 海达到 大会 主角 来 天阳 明天早上来我家一趟 来 这东西都想收拾了 帮我拿一趟就行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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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我先洗一下吧 装饰了不走 不是 你 还这么讲究呢 实际上都有味了 我得洗个澡 行 你快点啊 我知道 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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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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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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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不去 阿姨 我 天阳 我知道是你 你 你把衣服赶快去 赶紧穿起来 太不哑观了 哎呦 穿好了 穿好了 你那么大岁数 什么没见吗 吓不去跳 这倒是的啊 我还怕你嘞 什么没见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啊 你 你今天怎么 你是不是让你老多 赶出来了 活该 干什么 妈 阿姨我 我洗洗 我洗一下吧 不是不是 衣服给我吧 等一下我给你洗啊 你洗好走 穿你哥的衣服 妈 这么早就来了 给你们买早餐呢 赶紧吃了让孩子 上幼园去啊 快快快快快 不是 哥 我拿东西呢 干嘛呀 干什么 你别搓着 帮忙 快快快走了 阿姨 阿姨不吃点 不吃点 不吃 吃 吃 不吃 天海起来了没有啊 来了 起来了 天海 快起来 吃点早餐 上幼园去了啊 妈 今天我生日 早点去 不许迟到啊 让天海也去啊 好好好 天海 快起来 我给你买大牛条喽 快起来喽 不处身子啊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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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啊 赶紧 赶紧 你们衣服都来了 四伯 不不不不 那词都是这么买的 是吗 没见着你吧 哥 没有 没有 没事 没事 你怎么还拿了这么多东西 你个什么 阿哥把同学在这儿 存几天啊 哥 你别赶他出来了 没有 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搬出来的 那 那那你之后住哪啊 在想办法吧 四伯 这 这个事你千万别往外说啊 尤其是不能让我愿不知道 不是 你人都出来了 你怎么可能人家不知道 阿姨 你快别嘴吧 你干活 像你从姐妹在这儿 叨叨叨叨叨 那个嘴就嫌不住 费什么话你 不想跟你说话 好了好了 你俩别吵了 整天这么吵 早晚有一天变得和我一样 我还想你那样好了呢 哥 你家老婆早就不想用了 你是不是有病你 哥 你赶快给我们评评理 你说他这个月的工资 他还没给我呢 你说我怎么往家里寄生活费 不是 我买了要钱怎么了 你就以前看了个钱看了可挤了 好了好了啊 你俩的事啊 你俩慢慢聊 我还得上班 我先走了 好 那哥你慢点啊 别吵了 走走走走走 慢吵了 你等那么多话咋行吗你 怎么了 还这你还撵出来 你这阿哥能人啊你撵出来 你这睡长了 你还没睡够你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咱们可以出发了吧 真是的 你说 咱们直接饭店碰头不就行了吗 干吗还非得到这儿来一起走啊 我们是有点晚啊 今天佳琪模拟考 耽误点时间 还行吧还不算晚吧 佳琪 先跟姨婆说生日快乐 快快快 姨婆生日快乐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还比南山呢 北山都比不了 还比南山 都快让人给气死了 怎么了这是 这又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是爸爸 爸爸不来参加外婆的生日派对 外婆生气了 是这样啊 那是爸爸不对 这样 天海跟哥哥出去玩一会儿 姨妈在这儿呢 跟妈妈和外婆批评一下爸爸 好不好 好 好乖 小琪 带妹妹出去玩 我们走吧 乖乖的啊 注意安全啊 当心眼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也得说说让我听明白啊 你去问她 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究竟现在怎么着啊 我有我的道理 她有她的道理 我们都已经谈妥了 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行不行 我是来给你过生日的 不是来给你吵架的 这生日不过也罢 你听听 我瞎操心 我不操心她能长那么大吗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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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干嘛去啊 我出去去药厂 不是 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一星期吧 怎么了 余姐俩要工资呗 我昨天不是刚给你结吗 怎么又要我 不够 那不还有美金呢嘛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别让我开玩笑 租房 租房 你租房 她把你混过来了 不是说好了 离婚不离家吗 怎么前脚刚离婚 后脚就把你扫地出门了 不是 我就说嘛 这最多不过夫人心 这种事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 反正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早走晚走都得走 房子早晚都得租 你看我这工资 你是不是 你的遭遇我是非常同情的 我可是工资我不能预支给你 不是 为什么呀 你迷茫不拔呀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别怨怨我嘛 你看平常咱们吃饭喝酒玩 不都是我 我花钱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计较过来 老板 为什么呀 兄弟情意中千金 那现在兄弟你呢 我能不管吗 我是在为你想 为我想 我都要流落街头了 你不可能流落街头 为什么 因为你 你压根就不应该搬出来 你这不才干嘛 你听我说完 这女人的毛病 都是男人惯出来的 她让你搬你就搬呀 这么听话 你就住在那儿 好歹有一个女人陪着你呢 我认为这事 你就扛主了 死活不办 打死都不办 那你这 钱的问题 就解决了 不是 你还不明白吗 我是替你着想 我这也给你钱预支了 你下雨怎么办 你下雨拿什么付房费 付养费啊 我现在等于是替你前妻管钱的 这不 我的未来 我的生活 我自己心里有数 有数你个头 有数 你吃过的饭 有我吃过的盐多吗 你走过的路 有我走过的桥多吗 我再跟你说 这个男人就是不能放出去 一放出去 就收不回来 是不是啊 你要把他放出去 把他变成大本事 人家变成大本事了以后 他能再回头来找你吗 你做梦去吧你 你说 你给我评评你 我这样 有没有道理 他说我瞎操心 哪个妈受得了这样子啊 对 对 你怎么不是瞎操心啊 我怎么就没人要了 我还告诉你 我走在哪儿 回头率 都是百分之一百二 还一百二 一百八吧 你翻了天了你 我问你啊 正好天才住在家里 挨你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严下巴 天还要弄到我那儿去 给你腾地方啊 我要想找 我就找一个 是纯正的高富帅 最不济 也是一个钻石王老五 等着一个一穷二白的男人 有出息 我还不如找一个 一步到位的 我呢 就负责貌美如花 他呢 就用银行利息养家 好了好了美人 你就少说两句啊 他一套一套的 还挺押韵了 今天大一过生日 你不管怎么着 再有道理 也不能这么气她的啊 暴昧如花 你能一辈子做到 暴昧如花吗 人家男人 就能做到一辈子 赚钱养家 妈再跟你说啊 这个丈夫 真的是原配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们一路 一起走过来 经历了甜酸苦辣 这是你的经历啊 你一辈子的财富 你的记忆 你说这记忆 想没就没 说没就没的吗 妈 你别说了我知道 我也不是非要赶她走 我是想激她一下 如果说她有一天 真的有出息了 她能不忘了她女儿就行 至于我 她回不回来找我都无所谓 些许我都不用等了她 当然 这都看造化 我们的想法你不明白的 你饶了我吧 行吗 是 我是不明白 我太不明白了 你说 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除了她的羡慕 没给我丢脸 你说她做什么事情都二百五 都没脑子 脑子进水了 我好不容易 让赵天才留在家里面 她好 叭一脚 就把我又赶出去了 我跟你说 你会后悔的 你的好意呢 我心领了 这件事情 咱们能不能不再谈了 说的说 你 哎 美人 你看 美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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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话 她就这样走了 你看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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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大姨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 赵哥 我刚才不小心听见你跟黄龙吵架了 你别介意啊 哎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看来哥今天晚上要露宿街头了 哎呀说什么呢 您怎么可能露宿街头啊 那免费的单家摆的呢 你说 咱们公司要门店啊 不行啊 公司有制度 你让老黄知道不得骂死我啊 再说 一天两天行 那是常住啊 你又不开我做饭 再说了 你就找个地睡觉就行了 老黄跟你关系那么好 就算他知道了 他能怎么着 不行不行 哎 要不 我去你带点凑个两碗吧 哎 我那一居是 一间屋子半间炕的 就一张小床 哎 哎 要不大吉吉 我还是公司大吉普 行 我现在啊 去给你收拾收拾 你先那凑合几天 这过两天呢 就好转啊 走啊 照我说啊 其实呢 既然他们小两口已经谈妥了 你呢 也就别操心 由他们去 你就别掺和了啊 谁想掺和呀 哎 哎 我说你 我怎么了哟 你自己离就离呗 别让他跟着你学呀 我 哎 大姨 你这这这这 我怎么学呢 这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这能学吗 这离婚是是学的 跟我没关系啊 那你就这么一个人下去了 孤独重老啊 我怎么是一个人呢 我有儿子黄佳琪呀 再说了 一个人 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挺潇洒的 大姨 心里没人了 能够腾出地方来 想想自己的事 想想其他的事 挺好的 对不对 这倒也是 哎 你你这些话可不能更美人说啊 他没你那么坚强 没你那么勇敢 没你那么有脑子 你知道吗 大姨可知道 一个女人一个人带孩子的苦 我可不想让他走我的老路 你倒给我评评力 我这样为他着想 我哪有错了 没错没错啊大姨 别生气啦 今天过生日啊 生日得好好过 生日不能哭的 对啊 你呢在这儿消消气 我去把他们叫回来 给你赔礼道歉 然后呢 咱们就 好好地出去吃饭 好好吃个饭 别哭了 哭了都不好看了 等等 我的起毛高 有没有红下脸黑了吗 没没没 好着呢 没 很美了啊 真是怨念 真是 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我来找你啊 是有任务的 大姨派我来给她当说客 从而言之呢 就是一句话 新鞋不如旧的好 当然了 鞋合不合脚 真的你自己知道 真的你自己知道 谁说一个人的生活 相信满十方 独自逛商场 怎么很紧张 没你陪我 这么多东西谁来看 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吗 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吗 谁说一个人的生活 像中了大家 这就是我来说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你只会有什么感觉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叫他失地的余思 才是幸福的情话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我的厨房书房新房银行 都归你了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我的厨房书房新房银行 都归你了 也许有一天难堕年后 那些喇喇叨咖喷喷喷 就是一辈子的情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pletely 我可以送你到这里 我可以送你一下 你的音乐